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伊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玩這款Undertale這款遊戲 那這款遊戲呢,藉由這次的夏日Steam的特價 所以小伊就把它買下來了 那這款遊戲聽說應該真的是 非常非常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款感人 然後又舒服的一款作品 我們就來好好體驗看看吧 前面的部分的話是他在敘述他的遊戲故事背景啦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一個好像小女孩吧 他爬到了這個山上 然後一不小心半島掉到洞穴裡面 就來到我們的第一世界了 就開始我們的這款遊戲的大冒險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款遊戲到底會遇到什麼事情了 那小伊使用的是簡體字的漢話包啦 目前的話我還沒有找到繁體字的包 所以我就先使用了簡體的漢話包來玩玩看 來體驗遊戲劇情 對,因為小伊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就使用了漢話包來體驗這款遊戲劇情 對阿,因為這款遊戲的劇情真的很重要 對阿,劇情 看不懂的話真的 這款遊戲可能就 可能就沒有那麼有趣了 好,那我們就重新玩吧 上次的話小伊有稍微小玩了一下下 對 然後發現真的不錯 然後這款一定要分享給大家啦 一起玩 對,好 好,那我們小女孩一開始醒來 我們掉下來那個山洞吧 對阿 其實我懷疑她是不是掛掉了耶 因為她那麼高的山上掉下來 不會出事嗎?奇怪 好啦,我們這邊好像發現一朵小花了耶 哈囉,我是小花 希希 是她自己自我介紹 我會沒有自己自我介紹 咱們開始吧 咱們開始吧 LV當然居然是樂服 哈哈 樂服是通過喔 這些白色的 有一顆粒穿地的 準備好了嗎 動起來 哈哈 馬上被騙了嗎 突然間覺得真的是 死 這很現實阿 很寫實的一款 好 欸好像沒有寫 欸補滿了 欸這是什麼 噴掉啊 欸一隻 她是羊媽媽嗎 托利爾 遺跡的看門人 看看有沒有人掉下來 地剎墓地 那音樂真的還蠻好聽的耶 很舒服的音樂啊 欸這裡這個亮光是什麼啊 即使你充滿了決心 HP完全恢復了 喔這個是存檔點啦 以後看到這個發光了就 記得去存一下檔 單純的孩子 這算解謎嗎 真的是欸 請適應這些謎題的出現的人 這個嗎 欸她已經壓過了 所以她沒辦法按 只有無謂的人才能前進 勇敢的人 愚蠢的人 都不走 都不走中間的路 可是也只有這條路而已啊 打開更多的開關 喔她幫我桌上記號是不是 按下Z鍵可以閱讀標牌 順著就走 這款遊戲美術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要我去按這個按鈕的耶 太棒了 這目前好像都還在 招學階段的耶 可能會遭遇到怪物的攻擊 所以說 不是戰鬥喔 是要 盡量拖延時間 對 訓練人偶 這邊戰鬥好像是直接打的耶 訓練人偶 交談人 我們先查看一下 攻擊力0 防禦0 蓮花 星翰 扭 顏 只要你能入我的眼 什麼東西啊 看起來會跌倒 交談 看起來不是很簡單 看起來對你很開心 欸 交談就贏了耶 所以這款遊戲有時候不一定是要戰鬥 有時候是要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的耶 還有一個謎題 謎題 咦 還有一個謎題嗎 這看起來蠻可疑的啊 這些東西看起來蠻可疑的 這些東西看起來蠻可疑的 神秘的東西 欸 這怎麼了 喔 他會隨機進入戰鬥耶 挖吉特 我們看一下 他能夠 攻擊4 人生病不輕鬆 呃哼 怎麼了 怎麼了 羊媽媽把他嚇走了是不是 羊媽媽一個臉之後就把他嚇走了 呵呵 呃 這個好像刺欸 這就是謎題了但是 我們來吧 牽著我的手 欸 咦 這裡媽媽真的還蠻 真的還蠻可愛的 然後又很有愛心 有沒有 遺跡守護者 托莉爾 屋子的另外一頭 蛤 這是要我獨立嗎 沒關係那我就走啊 可可 哇這也太長了吧這一段路 天空路真的有點長 欸有柱子欸 可以講話嗎 喔他在後面是不是 欸真的欸 哈哈 這是我的獨立性 獨自待一會 請留在這裡 自己一個人去探索太危險了 手機 等一下地底下有訊號 地底下有訊號嗎 手機欸 會不會有點太科幻了 好吧這整件事就已經夠科幻了 叮叮 他好像交代我不要不要離開了欸 對吧 呃 哈哈 可能會太危險 要乖啊好嗎 哇他真的是 真的是羊媽媽欸 欸我先存個檔好了 其實你充滿了決心 保存 叮叮叮叮叮 喔 憂鬱蟲是不是 欸不對啊 剛剛不是一隻 青蛙嗎 怎麼是 怎麼是責變叢叢啊 我看一下 這怪物過於敏感膽小 不擅長戰鬥 我很抱歉 你抱歉什麼東西 欸欸欸欸 喔我們現在就是 不要被碰到 然後 安慰嗎 就甩著熱淚逃跑了 什麼東西 欸贏了欸 居然贏了 呱呱呱呱 打擾一下人類 喔沒有啦 我剛剛沒有跟他講話 關於和怪物戰鬥的建議 或者選擇戰鬥 直到他要 快要擊壞他們 就請 對他仁慈點吧 喔 不想戰鬥對他仁慈點 意思 喔了解 這好像剛剛 就是重複一段話 那 我們先去上面看一下 這個是有東西可以拿 是不是 每人一顆 拿著一顆糖嗎 喔 反正有糖就拿啦 喔按下C鍵可以打開物品來 怪物糖果 說明 至於十點血 這應該沒有什麼 負重吧 就是 包包 包包應該能夠裝什麼東西吧 憂鬱蟲蟲接近了 他好像欠安慰了欸 對啊 好像安慰一下就跑了 這顆顆 神秘的遊戲啊 呃 前面這感覺是怪怪的 呃 果然怪怪的 欸掉下來了 欸 欸這這個是什麼 什麼不科學的 不科學的概念 怎麼這樣就過來 憂鬱蟲蟲 直接把它安慰到跑就好 可是好像沒有經驗值欸 奇怪 叮叮 我是托利爾 呃更喜歡哪種 什麼東西 肉桂還是奶油糖 呃 湯還是奶油糖 我不喜歡肉桂 咦 當然是奶油糖 早究竟是他們了 欸 這是梗嗎 老朋友初次見面一樣 呃 這句話有點矛盾 哈哈 還蠻奇怪的 咦 啊怎麼又 又又打一次 真的要打欸 托利爾 呃 當然不喜歡咯 但是 呃 是不會挑食啊 我是不會挑食啊 如果在盤子裡的話 真的會把他吃光 四分之三的石頭 希望你推動他們 呃 人生並不輕鬆 呱呱 呱呱 這在幹嘛 啊有有 唉唷 他想吃我啊 稱讚嗎 並不輕鬆 我們稱讚一下 他好像變得飄飄然 臉仗的通紅 什麼鬼 欸欸欸 他的戰鬥真的還蠻特殊的啊 這款遊戲 聽不想看我戰鬥 喔 那我就使用仁慈囉 對不對 饒術 喔 欸可是這樣子好像都不會拿到戰鬥經驗值欸對不對 這樣我就不會升級了啊 我目前就是如果狂用仁慈喔 但是感覺 仁慈好像比較符合遊戲概念 對啊 欸 喔 等一下 請不要踩樹葉 喔大概了解了啦 就是 他掉下來了咧 我們就是要照這個軌跡走 不能踩到那個紅色的 唉唷 所以我們要記住他的那個 那個個性 他好像想要稱讚咧 稱讚他之後 唉唷 就可以使用仁慈了欸 啊 等等 因為你還有戰鬥 對啊 那我們就仁慈吧 感覺我們當個好人是比較ok的 哈哈 啊我又有點忘記了 剛剛的那個步伐對不對 如果 啊掉下來了 喔我要再前進一格 我我記一下他的路徑喔 我記一下他的路徑 OK好 好 來我們第二次走 嗯沒錯 好進入戰鬥狀態 又是挖吉特 稱讚 稱讚之後他就會不想戰鬥了 對 可是他還是會想攻擊我一回合 我血量 18滴血欸 拿錢 這遊戲的錢能幹嘛 還蠻神秘的 欸怎麼掉下來了 啊 我要再往前面一點 ok 好 好這一次一次過 往前面一點是不是 可是想說踩到初夜了欸 唉唷嚇死我 我以為掉下去了 兩隻挖吉特 直接成戰 欸 喔喔 喔 如果兩隻的話他的 彈幕數量也是 欸 但他的彈幕數量是雙倍的欸 哇這樣還蠻危險的 喔真的真的 彈幕數量是雙倍的 雙倍的 所以變得更不好閃 兩隻都不想戰鬥了欸 仁慈 老鼠 啊哈 呃 我又忘記怎麼走了 等一下 欸 喔喔沒錯走過來了 OK 這個還蠻明顯的 直接 直接推過去了對不對 一個 這蠻明顯的 蟲蟲B技能 憂鬱蟲蟲 原諒我 哇塞 這個 這這怎麼閃 喔喔喔閃過了 哈哈 老鼠 啊哈 我還是有拿到錢 那我拿到錢 那幹嘛呢 喔 當心點國際 誰說你也隨便推我 哇 這個石頭有靈魂呢 走個地方 好吧 好可愛 嗯 啊錯了啦 方向錯了 方向不對 哈哈 這還蠻有趣的 這樣能幫上忙的 呀哈 欸 欸他是他是故意的嗎 磕磕 這石頭不乖 好 他這次不會 不會耍我了吧 感覺被刺 吃到會死欸 啊 OK 他沒有刺我 啊哈 存檔你要來了 沉個臉囉 講到有朝一隻老鼠會離開洞穴吃到老鼠 這邊有老鼠嗎 老鼠洞 喔 這邊 這是老鼠洞對不對 欸 可是 要怎麼把它拉出來啊 很長一段時間的 他黏在桌上 欸 欸 要怎麼把他引出來 好神秘喔 不知道欸 不知道怎麼把他引出來 欸這個是什麼啊 這是踏板嗎 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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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走了嗎 啊幽靈喔 好可愛 假裝是在睡覺 好強行推開他喔 哎呦 欸這還蠻可愛的 幽靈 大普斯特 我先查看一下 沒什麼幽默感對不對 OK 我看一下 我真的好風趣 喔他哭了他哭了他哭了 他哭了 他哭了不要哭不要哭 哇這個音樂是好好聽 咚咚咚咚咚 欸我要鼓勵嗎 因為他剛哭哭欸 快龍的微笑 嘿 抱歉我現在真的沒有性質 恩 這個算戰鬥攻擊吧 欸 看起來稍微好點喔 所以說 鼓勵是有用的囉 講了一個小小的笑話 嘿嘿 喔他一直哭啦 欸欸 欸 看起來進一步改善 喔 所以我們要他繼續鼓勵下去囉 欸不要調情調情很乖乖 鼓勵 鼓勵 想要向我展示什麼 讓我試試 喔 我叫他幽靈納普斯文 什麼東西你喜歡嗎 他的眼淚怎麼往上飄啊 等待我的回應 他問我喜不喜歡喔 那就喜歡啦鼓勵 喔天 欸他怎麼了 這個 經常來一隻這裡 因為這裡沒有什麼人 恩 很好人 他在說我嗎 哈哈 這蠻可愛的 欸 我先往 這邊看一下 欸 這裡是什麼 蜘蛛空培大促銷 捐給真正的蜘蛛 欸這還蠻可愛的 先跟大隻的講話 好 在蜘蛛網裡面放18G喔 喔 我只有12G欸 沒錢 欸 空間8-1 喔 所以我的 給你一個甜點圈 恩 所以說 我的 容量只能 容納八樣道具 那還蠻少的 這什麼 蜘蛛慈善點心活動 往下往右走 來吃些豬有豬智豬祥的點心吧 什麼懂啊 欸 狗狗蛙 全屏喔 房間裡面只看到三隻青蛙 三隻 一隻 兩隻 哎呀 福音蟑螂是什麼鬼啊 小魔怪 福音蟑螂查看一下 七宝看起來 焦友不慎 但其實只是焦友不慎 喔 所以他還是有救 哇哇哇哇塞 這個有點難閃 欸還好 我們對他交過台一下 為什麼焦友不慎 我不在乎 我好像OX啊 他什麼時候會掉這種東西啊 我們 跟他多點溝通 看他會不會怎樣 呃 好像沒有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反應欸 我們最後一次溝通 焦彈 他一直不在乎欸 那怎麼辦 我只好攻擊他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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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蟑螂 我只好攻擊他囉 畏懼蟲群 哇這個真的 看起來不好閃 一直壓不倒 一直壓不倒 呦 正中間好像比較痛 吐泡泡 可是他好像是黃色字欸 我記得黃色字 黃色名字的 黃色名字的好像 這樣 好像 好像是沒有攻擊 應該是說不能把他殺掉 我們要饒恕他 好像有看到說 黃色名字的是我們不要攻擊他 對啊 那我們寬恕他好了 我記得好像有說過 黃色名字的是不要攻擊 常有連名之心 你看 對啊 黃色名字時可以饒恕他 對啊 我們剛剛戰鬥的時候就知道了 可是有時候 他是白色名字 對 非常有幫助 勞恕就是說明你不願意再戰鬥 啊哼 即使對方的名字不是黃色 你也不得不這麼做 嗯 叮鈴 救人陪伴 各種東西 好 他就是提醒我說不要把他撿滿 了解 咦他剛剛不是說有三隻青蛙嗎 為什麼我只看 他說四隻青蛙 這個房間有三隻青蛙 怎麼只有 怎麼只有看到兩隻而已啊 蔬菜獸是怎樣 蔬菜獸看起來就是怪物啊 先查看一下 沒有受美國農業不監製 什麼鬼 不含維生素 欸哇 維生素 欸有點恐怖 跟他交談一下 植物是不會說話的小笨蛋 什麼鬼啊 有有有有有 這危險的食物欸 吞食 開飯 開飯是怎樣 營養餐 請吃掉綠色的蔬菜 綠色的蔬菜 喔我看到了 喔我沒有吃到 再一次 綠色的蔬菜是不是 好 請吃掉綠色的蔬菜 喔我吃到了 欸補血欸 神滅微笑 好恐怖喔 噴食呢 咬下一小口 什麼鬼 我把它吃掉了 有點獵奇欸 我把它吃掉了有點獵奇啊 只有一個開關 蛤 只有一個開關 這是要我猜猜看的意思嗎 會掉到哪裡去 小房間 唉唷 喔他每一個洞都是通往一個房間 盧克炎 這個會讓我想到皮克斯裡面的大野怪 盧克炎 查看 別招惹他 喔好那就不要招惹他 請你不要招惹我 請你不要招惹 是你主動來攻擊我 好不好 不去招惹 總算有人明白了 呃 我看一下我做這個動作之後他有沒有 欸有了有了 他 名字變黃色了 那我就可以饒恕他了對不對 哇五塊錢欸 還蠻多錢的 喔 又是蔬菜獸嗎 啊 按到攻擊了 喔喔喔喔喔 和真的方式變不一樣了欸 每次都不同是不是 直接把他吞掉了 喔 還沒有被削弱 欸可是我攻擊到了欸 怎麼還沒有被削弱呢 難道是要先 開飯 請吃掉綠色蔬菜 可是我記得綠色蔬菜 回 回不多啊 好痛 蛤還沒有被削弱欸 什麼 這隻蔬菜獸有點頑固喔 那剛那隻怎麼會 難道是要開飯兩次嗎 就是要吃到綠色蔬菜之後 啊我又沒吃到了 可可 露出一個神秘笑容 可以吞了嗎 還是不行 見鬼啦 算了我直接把它處理掉好了 啊 26滴 可以吃了吧 三分之一的血量 應該應該能夠吃他了 什麼還沒被削弱 天啊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的削弱到底是 指精神上的還是肉體上的 我直接把它消滅掉 喔 他還蠻死撐的欸 沒關係就一次隨便打 欸怎麼中招 死一滴血 你的樂不增加了 樂不增加 LV增加升級一級 OK 欸不對欸 我好像打贏 打贏他們拿到的 錢比較少 一塊錢而已 褪色的亂帶欸 神秘的東西啊 就進入戰鬥 盧克眼間近了 我們直接不要招惹就好 總算有人明白 哇哇哇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哎唷唷好恐怖喔 每次都要 重新重新要那個 熟悉一下 看一下我的狀態 看一下多少錢 24塊錢 24塊錢 可以去買蜘蛛的那個東西 我去買一下蜘蛛那個好了 這個部分欸 給我一個罐子 嗯? 罐子是什麼? 蜘蛛甜甜圈 蜘蛛果汁 這個嗎? 完全由蜘蛛做成 不只是隻喔 唉唷好噁心的感覺喔 完全由蜘蛛做成 他是指 made by who的意思嗎? 就是 由蜘蛛製造 應該不是全部蜘蛛汁吧 蜘蛛汁聽起來好噁喔 欸?電話我可以主動打是不是 打招呼 你好 哈哈 嘻嘻 喔還可以這樣子喔 那我們來看看 關於你自己 是什麼意思啊 喔 了解脫力了是不是 笨蛋老阿姨 哈哈 欸 我還沒有要跟你掛斷 你就 叫他媽媽 所以我們真的把他叫羊媽媽了 燈 蔬菜獸 真的是很奇怪 難道是要先交談嗎 植物是不會說話的小笨蛋 有點缺血欸 我們來一個 請吃掉綠色植物 把他吃掉了 啊我吃掉了 啊我吃掉了 啊我吃掉了嗎 我吃掉了 他要扣血搞什麼啊 神秘的微笑 好這次應該 能夠吞了吧 欸真的 吃到先交談 然後 再吃掉他的那個 綠色植物 然後才有辦法 蛤 還有把這兩個洞填滿了 真是很神奇喔 我們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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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去把它打開 欸這個 這開關反正壓下去就對了 我也不知道幹嘛 反正壓下去就對了 對啊 又是盧克的手 盧克的手就是感覺 幫我們賺五塊錢 對啊五塊錢 賺錢欸 欸 幽靈 又見面了嗎 還是另外一隻啊 你先走吧 等等 幽靈可以飛 哈哈 他在賣萌 傻傻的 傻傻的 呆萌欸 欸 門 門好像開了 那個刺刺好像結束了 我們看一下最後一個地方 又是蔬菜嗎 只不只不會說話 我們就繼續的一個套路吧 開飯囉 欸 沒有吃到 這樣可以嗎 我試試看 還沒有被削弱 所以一定要吃掉一顆 才算削弱囉 所以說不一定要講話 就是你一定要開飯過 就是吃到他綠色蔬菜 他才算削弱過 OK 為了我的健康而來 真的真的真的 要先把他吃掉一下 那個 喔 怎麼又馬上 威蟑螂 欸 我記得是要講話 就是 我不在乎 呃 我上次是把蟑螂給殺掉 好吧 蟑螂好像沒有救欸 小魔怪充滿了優勢 等待的 那我知道殺蟑螂啊 我當然真的沒救了 好慘 48滴血 欸 這次真的中紅心欸 可是怎麼感覺 好像沒有 沒有沒有非常痛 奇怪 欸 反而插邊 比較痛 奇怪 有有有有有有有 哇 中到一下可 還是踩紅色比較痛 我們下次壓開紅色線 小魔怪 他是黃色的字啊 我們就不要打他了 看起來怪可憐 嗯 這裡又是哪裡 看起來好神秘喔 我先看一下那個 對話 遠處的門是不是 門開 遠處的門 並不是出口 只是表示視角的旋轉 嗯 要先壓吧 壓看看好了 什麼也沒發生 神奇 壓壓看 什麼也沒發生 奇怪 嗯 那這些是在幹嘛 嗯 都沒有發生欸 神奇 我開始confuse 啊 掉下去 嗯 所以不要亂講話 欸 喔 沒有 我看錯了 看上有藍色的開關 藍色的開關 是不是 烏克獸 就不要招惹他 啊 藍色的開關 是不是 可是這個沒有藍色的開關啊 這個啊 什麼沒有發生欸 奇怪 藍色的開關什麼都沒有發生啊 難道 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藍色的開關 遠處的門 最高的柱子後面 曾有個藍色開關 喔 喔 哈哈 原來如此 等一下 最高的柱子後面 嗯 最高 他是最高的嗎 我真的沒有辦法比較欸 最高 應該是最上面吧 奇光 超神秘的 喔 兩隻豬在獸 啊 開飯開飯 一養餐 可是這樣很難閃欸 我這樣怎麼吃 呀 油油吃到了吃到了 我先把一隻給吃掉好了 吞食 我這樣好像有點狠 他都已經黃色的字了 還是我不要 我這次把他老鼠好了 老鼠他好了 就是 吃他的綠色蔬果 然後老鼠他 啊 沒有沒有沒有吃到 我扣血了 他算是好人了吧 對啊 他是為了我的健康而來 好了 有他是 他是黃色字的 我們可以老鼠他 八塊錢 所以我前面吃掉他 蠻多兄弟欸 看一下紅色的開關 喔 這就很明顯欸 盧克獸這也是賺錢 賺錢獸 好像站在中間還蠻安全的 咔咔的一聲 先不要亂按好了 我們先看提示 綠色的開關 等一下 綠色的開關在哪裡 一定又是躲在後面 對不對 哇哇哇哇哇哇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子有點有點有點 有點有點 還好 我要閃兩次 啊哈 綠色的開關喔 在哪裡啊 我怎麼知道 啊錯了 哇塞 從這邊開始啊 直接跑到門口 綠色開關是不是 那就是這一個啊 來囉 啊哈 這有什麼邏輯嗎 就是靠運氣嗎 奇怪 這邊有十字路口欸 我要走哪裡 先走上面看看好了 這個神秘的樹 呃 他是在 說我太慢嗎 喔 不是他應該在跟其他人講話 不怕 耶 算是 沒有 耶 不怕 那個人 什麼 咳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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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 鬆 你 你 你 就先到這邊啦 好啦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的 Undertale EP1 那我們EP2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